所以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其实我讲的不只是外劳 我其实讲的还有外傭 我们现在外傭聘起来都很贵 在港湾块钱 事实上新加坡大概只要 越七千块钱 是我们的上市之一 我们的老人照顾现在也是非常贵 所以你如果说有一些外傭 能够减轻我们家庭妇女的负担 这些家庭妇女都是可以重回职场 因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 他都会变成私立局 都会改善品质 所以外劳松满实在是 对国家在目前是有好处 没有坏处 我再谈一下 我们常常中国人 台湾人没有自信 美国怎么没有做 日本怎么没有做 常常都社会上 美国没有做 那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常常有这种 有这种迷失 那我告诉你 在新加坡 最近新加坡 新加坡人认为说 我们新加坡外劳太多了 使得我们的新加坡人 失业率增加 有没有增加 有增加 确实有增加1% 那李小龙在这个 今年9月15号 在新加坡南韩大学演讲 他也是 他有好几个场合 多月的演讲 他说新加坡 这四五生来 就是依靠外劳 还有精英的移民 就是知识分子 高级的移民 才能够维持新加坡的 持续成长 新加坡有多少万 2005年 有七十万万 2005年 七十万 占多少 快 百分之二十 可是他为了 新加坡的成长 高市政 从那个时候 每年十万 增加十万人 所以现在 外劳及精英移民 占人口 占新加坡的人口 多少 百分之三 没有社会问题 没有外劳 不公平的问题 人权组织认为 他的外劳政策 非常好 因为申诉 广告 畅通 当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前任劳委会 诸位 李姻元就说 哎呀 你不拿到新加坡 新加坡只是一个城市 对外劳都灭 对方跑 所以比较容易管 可是我们台湾很麻烦 外劳跑到山里去 抓不到 我说跑到山里去 服务原住民吗 为什么会跑到山里去呢 就是你的外劳政策有问题 为什么外劳那么多逃跑 因为外劳来这边两年 第一年是白做 第二年才开始赚钱 第三年你要我回去 我舍不得回去 我跑掉 是你政策造成他逃跑 还有一个国际竞争力 新加坡始终保持第一名 第二名 以前美国也第一名 今天还是美国第二名 现在他第一名 始终为什么 因为生产力嘛 因为他的劳动力不足嘛 就跟我们台湾一样 劳动力不足嘛 新加坡 国民所得是台湾的一倍 外劳的薪资是台湾的三分之一 你说这个社会 公平不公平 你说我们台湾老百姓 为什么要允许这样的政府 来博削我们老百姓 他不是博削别人 他是博削老百姓 博削部族 为什么 这个中间的差额 都进到了特权的口袋 当然除了新加坡之后 还有马来西亚的外劳 马来西亚又用了三百万 我们这边有一个专家 等一下你先生评论一下 他在马来西亚用外劳的经验 报纸也写 所以错误的政策 是会摧毁一个国家 上一讲 林宝华理事长也谈过 共产主义 前三十年实行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其实 他的理想很好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但是这是违法人性的 各尽所能 这出力我最好少一点 各取所需 分红我最好多一点 这是人性 因为违法人性当然失败 所以他三十年 造成这个整个社会一平如 可是邓小军上来之后 招三引之 因为他没钱嘛 他只有人嘛 所以招三引之 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其实就是一个极端的原始资本主义 但是改变了中国 所以我才说 中国人新加坡呢 为什么台湾不能 为什么台湾人应该这么沉默 我们现在的政府 完全不顾我们的失业问题 完全不顾这些问题 最后结论 我们这阵子 我们常常会为失败 少借口 现在的马政府 当然是因为金融风暴 所以又商量到不到 过去的也不谈了 那些都有借口 所以最后都失败 我希望我们的政治人 能够要为成功找出路 事实上 是我指出一条出路 也许有些问题 也许怎么样 但是是值得大家去更深入地去探讨 我希望诸位 听完之后 如果认同的话 也希望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idea 这样的本子能够传达出去 或者制造更多的机会 大家来沟通 为台湾找一个出路 谢谢 非常感谢 高理事长的这么精细的演说 听完他的演说 我感觉呢 真的我们非常可以肯定 掠夺台商 不只是掠夺台商 掠夺台湾 就是中国的政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